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前做过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再做一些新的配处的主攻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好玩的录像呢 第一局我们看这个曹章主攻 曹章这个武将确实感觉出场率是蛮低的武将 他是一向成名2012的武将 所以说也是挺久远了 今年2017年都已经快五年了 所以这个武将确实是他本身 因为有限三国杀武将菜刀武将本身就特别多 他的这个技能确实你说强不算强 但是呢说弱也不算弱 大家如果不熟悉可以下下技能 那么第一轮我们发动了将持多摸一张牌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轮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估计目标 我们多摸一张牌正好可以起到一个这个扩充我们的防御 多贵人好牌这样的效果 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总比没有好对不对 那么多摸一张牌的代价就是车会和不能输杀 但是我们剃刀连华连了这个一个是远位的控制柳杖了 一个是贴主的菜刀草指 有一个小小的盲具 不过呢先跳反的却是这个戒徐树这个武将 然后腾甲我们实在是不敢挂这个登场的 毕竟你看一号位嘛 七个反贼贼的火煞就完蛋了 更光这里还有很恐怖的离婚禅 不过他现在似乎是一个忠臣 那么离婚禅是不是一个忠臣 是能够打出一个很强的先手优势 你看一个九杀还有连弩 那这个戒徐树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不过问题在于打死蟹蟹使徐树以后呢 他可能后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去进攻的对象 这样的话至少是把我们主动方的这个先手优势给打出来了 那么后面怎么发展呢 我们再看 那他继续在连 那就是说吧 除了我们和薰友们所有人都连起来 对吧 然后有输出吗 嗯就过了 有火攻 实际上这个火攻是可以打出去的 但是他没有打 这个原因也很多了 因为毕竟他有可能是内奸对不对 他如果是内奸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就没有必要的去对反贼 那么残暴的输出了 所以把这个丢掉 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跳内 但是呢毕竟也有可能就是他 对吧 总是你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每一步都是很理性的 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一定是内奸 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比较向内了这下 那么薰友肯定是跳反的 对吧 因为你内奸的话这时候可以去打中神 但是过去跑过来刻意的把主攻打这么惨 所以应该是一个反贼 那么张辽 哎果然就是不出我们的意料 这种远位的这种控制流武将 一般都是比较偏反的 因为忠诚不仅仅一般要选强降 忠诚一般会适合选一些节奏比较快的武将 因为主动方本来就是一个劣势方 需要上来就让反贼减元 这个原因 当然并不是我们叫无脑选输出中 还是要以强度为标准 在强度差不多的情况下 优先选快节奏 而不是慢节奏的 那么徐玉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快节奏强降中场 这个操职继续打这个徐玉 加上这个春歌之间的表现 他直接忙后面的徐玉 所以也确实比较像一个反贼 对吧 那么团圣诚一看 我们至少应该能够转微微 再加上我们现在人头上已经不占劣势了 所以即使没有这些三两三 我们也不是那么怕 并且有徐玉这种武将 虽然对面的章调和徐玉都很强 好 那么武器挂上 然后过 这一轮我们也是摸三张吧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好的输出对象 我们看到这个技能 它是要么多摸一张 要么少摸一张 值得注意的 少摸一张是你的本回合 杀了的无距离限制 并且可以多使用一张杀 那么什么情况下 这个少摸一张有正收益呢 就是你至少你得一般来讲 至少你得打出两刀 或者是有一个 你不发技能 你就打不到的远卫反贼 并且你能够保证 你能够杀中这个远卫反贼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技能 长摸一张才是 至少不是副手艺的 不然就是一个副手艺 甚至不如不发技能 所以藏长是鲁剑的使用时 一定要注意 结合生意论计算 好 群域还是很强力的 然后应该可以跟张辽去拼点 对吧 不论拼赢拼输 这时候都是很不错 如果这个拼赢 不用说 把军优压一下 如果拼输了 给我们补牌 我们在那儿就会考虑 去发动这个将持二 就是少 少摸一张牌 因为这样可以多输出一次 我们就这个时候是很有机会 把军优打死了 你看军优这个时候为了 不干扰张达的手牌 就没有发现 但是你忘了我们这两个区画刀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考虑 少摸一张牌 为什么呢 我们就这个军优应该打死了 打死了 还可以争计再输出一下 我们感觉还不如就裸摸 两张牌就可以了 对吧 不过呢 损失倒也不大 因为这样的话 死了一个反贼的 又死了一个反贼 我们的局势就非常非常有优势了 不要想去火攻了呀 张达你看张达手里果然是个桃子 所以你说徐优他当时 为什么不发动制约呢 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张达可能是个好牌 对吧 像个桃子如果他发动就弃掉了 可是呢 事实上你不发制约的话 我们还是古丁导都开了你第一血 所以这么一算来好像就差不多 春哥这个武将这时候你就感觉到他的乏力 确实是很乏力 你看他现在连杀都没有 那么他就算是杀了寻玉刀 寻玉刀 寻玉这种确实是不能够给我们补牌 但是这样的话 寻玉多了解密攻坚呢 而且寻玉并不是你反贼的集火目标 所以春哥这个武将确实是挺 哎怎么说呢 关键时刻才会有用 平时确实用处不大 对吧 好那么曹子砍这个寻玉刀 不一定是条内部 可能就是为了给我们补牌牌而已 你看补了这么多版 如果我们这三张还有两张杀 我们再考虑一个放弄将尺二的 但是可惜并没有 那么我们就老实的砍着那一刀就可以了 曹子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多版 就一张杀没有摸到 摸了一堆闪对吧 咱摸戏这个时候就没有掉 开了又开了以后 这个寻玉可能就死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优势嘛 所以不用太担心去去那个怎么样 但是很搞笑的 这一局是内奸还没有跳 我们开始说貂蝉应该是比较向内的 但是貂蝉后面的举动呢 又敢相信一个忠诚 所以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有谁能将爱情化解 相片上来讲寻玉应该不太接 最不想是内的对吧 他很拼命的跟我们不管 而且毕竟寻玉处留内的 可能也还是不然大的 貂蝉的话 如果这里把春克打死 那有可能一波推过去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现在内奸打的 应该是有问题的 不论你们打个谁是内 这个时候 都是早早的应该去跳出来 而不是应该这样 因为你死中内是没有 几乎没有前途了 这就有寻玉忠诚在 可以把主养的肥肥的 更好我们五血曹章 单挑可是一个相当不弱的无将 今天啊 如果我们在五血的时候 前期如果排不上中途的情况 可以美猴哥发动降十一 就是多么一张牌 那相对于这个五血英姿 这个就是很恐怖的一个效果 等到后期 我们把神装了以后 就靠美猴哥就 当个五血白板 一旦神装了以后 大家也是很强力的 对不对 因此我们现在战略也很明显 在这个春哥对我们构不成威胁 并且这个死中内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从容的 每回合摸三张牌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春哥嘛 就靠这个 他们去打就黑了 他不是能打黑了 不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有机会收春哥 所以我们就看他一张 因为收春哥摸三张牌 还是挺不错的 摸三张牌对我们自己也是个补充嘛 然后我们刚才没有足够的杀 所以就一张杀的话 我们就 还是老实摸两张好了 一般 因为你只有两 有两张杀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去少摸一张 会比较好 因为你不然裸摸一张 摸到杀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不到百分之五十 只有百分之七 就是四分之一所得的概率 对吧 好 春哥挂起连堵 徐玉这种会死掉吗 诶 似乎是死掉了 那么运气好了 还可以把雕扇打死 这个不死 嗯 果然 春哥的这个威力 还是这样子 有爆发显现出来的 所以就是超级赛亚人 这种武价 永远不能轻视的 哪怕他前面再白板 可能他关键个字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所以无愧是我们全扩第二十张的美名 诶 他如果这样真的刹下去 我们还是挺怕的 对不对 你看 雕权果然是一个内 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开局的时候 不去发那个 不去那个火红了 诶 你看到没有 春哥一己之力打了一个 冲一个内 强行中的这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打 打死春哥肯定是希望不大的 所以我们就考虑 他是无脑的发动这个降池 诶 你看不错 有桃子 那我们就不用攒了 直接吃掉了 因为你现在不用考虑救草纸 那么桃子留手里只可能 我们的春哥拆掉顺点 所以不如就直接吃掉 诶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慢慢的打 慢慢的磨它了 对吧 我们就每个无脑的发动这个技能 诶 然后装备一装 可以拆他这个双骨剑 保持手牌键啊 这个满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保持过牌 过几轮牌以后 我们的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因为春哥已经过了 他爆发了最恐怖的那一轮 诶 这叫无懈春哥 没有问题的 不要给他酒 然后提一个乐 所以等如果曹植待会 能把春哥打得一滴血 我们就会考虑发动匠十二 是摸一张牌 然后对春哥进行一个连杀 就应该差不多了 诶 你看了没有 这下打中了 那这位春哥应该是没有闪的 那我们两张杀打下去 就很有希望 把他打死了 除非他再次逆剑发挥 好 摸一张 无定当神仙日毒 震卫武雄风 那么这个闪是刚才摸到的 那么现在有九条的可能性就 不太大了 所以就你看 春哥给打死了 圆满的完成了这一局的这个比赛 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了曹张这个武将 说强不强 但是呢 他确实也是一个攻防兼备的武将 应该说是实际 他是有一定的 就是内奸属性的 就是无论单挑也好 续豹 前期的续豹 中期的兽人头 后期的单挑 都还称得上不错 这么一个能力 属性上比较适合内奸 但是本身这个实力还是差了一点 所以这个 当内奸强队也这么有限 如果把它改成一个无敌学的武将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武将 对吧 当然实际上三公仨里面 本身我们配套强将的人也不多 像这种历史上的名气 也不算特别大的武将 有这么一个强度 实际上是比较符合他的定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武将 再加上他这个技能本身 还是比较容易懂的 所以这个设计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 这么一个设计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下一局 下一局就比这一局要爆裂的多了 下一局我们看谁呢 也是一个能 美红和摸三张牌的武将 他的名字叫 周瑜 当然我们选的是 戒周瑜 这个武将更过瘾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周瑜本身单挑很强 戒周瑜单挑比这个又更强 那么四血的单挑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前提是 你这种脆皮武将得活到单挑 好的 那么这个元素开局就这个 这个发个技能 这个技能是这个标元素 确实是一个很反思的武将 得一个很 很偏反思的武将 那么我们借周瑜这个武将 我们知道他的 手牌上线等于X 跟我们体力上线有关 跟我们的体力值没关 但是呢 这个技能仍然会射到元素的 这个 网尊的限制 因为网尊是扣击 直接扣击熟呢 手牌上线 跟你的这个体力值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仍然知道有三张牌 不过我们得了三张桃子 诶 看起来还是这样看的 那么黄盖是我们的好戏友 他跳了一个钟神 这个就很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是周瑜打黄盖这个点故 对不对 那么在 雕峰里面的周瑜和黄盖 两个人并没有什么配合 但是在经验速度里面 就很好的把周瑜打黄盖 这么一个历史上经典的配合 给完美的重现出来了 因为周瑜反间是失去体力的 那么黄盖失去体力 就可以触发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炸强这个技能 然后摩扫上牌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传递桃子 红沙 酒 这种关键牌 同时黄盖还能卖血魔在上牌 诶 这样就好不错 刀刀会合 就可以进行一个很残暴的输出 那么这一局 我们就准备这样去打黄盖 对吧 因为我们是很脆的 我们需要快速把这个 这个反贼给打下去 诶 那这样的话 我们桃子可以考虑直接自己吃了 然后把黄盖这个红沙给他 好 然后 那这样就很残暴了 对不对 我们自己满血了 同时这个黄盖的牌非常非常多 只要不贝勒 那么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梦霍是忠诚 所以不用担心了 身份给大家标一下 好了 杀 注意他打的都肉 雷杀 那打了黑杀 诶 那么这个时候 果然他就是连弩的 对不对 果然他不会这么 这么这个这个 打黑杀 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手里有两个红沙 所以说过两个人王盾 不用太怕 但是呢只有两张红沙 那么就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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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神配音那就是一个 有没有像大阅兵的效果 瞬间就能扩大里扩出了三张红沙 一个三手牌 两个好装备的处理量 活活的被他三个红沙打死 结束了吗 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高顺 对不对 高顺脱往前面他没有闪 那么一波打下去 第三个反贼将王 蔡文基要不要也趁谁给他收掉了呢 诶 一二看到没有 这个黄盖一轮之内就把四个反贼 全部打到内奸 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就已经不知道这个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这么一种很尴尬的情况 然后打死最后打三文基 光荣的断场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 不能再标准的一个忠神 你看 把所有反贼打死 自己断场了 并且还被翻面了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截至尽忠了 对吧 那么这样 突然进入一个主中 主中内的局面 活出内奸的局面 导致内奸的局面 导致内奸身上的秒没有准备 就进入这样的局面 他只能打死中 但你如果打死中 就是死路一条 因为这三个人里面 我们认为 没有任何人能跟戒周瑜单挑的 本身这个像黄盖 可能还能跟我们单挑一下 这个是老陆想 这个甲曲应该是 还没有干净的甲打甲曲 就是那个 玩杀乱舞的甲曲 那么这三个人的话 就没有任何人能跟我们单挑了 所以这个时候 由于黄盖已经很重很重了 我们可以考虑 先把神双的甲曲双跟下去 孟霍虽然内奸的主因很强 但是因为他对我们 够不成任何威胁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 这个武将对我们 有什么发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那些星星好 他就会陪我们继续装一会 星星不好 这个时候应该会投降了 所以刚才担心 这一局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周瑜黄盖这个配合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力 当然主要的功劳 可能还是在黄盖 对吧 那一轮打死了四个反对 谁来是太暴力了 尤其是打住个亮的一下 对吧 谁都没有听到 三张手牌 满血加人王盾 再加一马术狗点 活活的被黄盖 三个红杀打死了 孟霍虎手牙了 那种感觉就是一种 整齐划一的 像坤姐的视频里面讲的那种 国庆节大阅兵的感觉 特别的特别的好看 好了 那么本期的话 内容实际上就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时间好像 只录了十四分钟 十四分钟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局吧 看一个 看一局比较快的 比较好玩的 这么一个录像 在哪里呢 它是这个 哎这个对 好的 那么这一局我们是大内奸 我们的选将选了谁呢 主公选了春哥 诶 四血的主公春哥很强 但是很强 那么我们这里内奸的也实际上比较多 我们选了一个 郭怀 郭娘娘 诶对吧 选了一个 既然我们主公选了一个大帅哥 我们这里就选了一个大美女 跟他这个狼才女貌 对吧 那么春哥开局就开了一个男某期 这个借黄盖也是毫不客气的 直接扣去 孟霍虎上版 那么因此看到借黄盖 对春哥的克制性很强的 无论猪法是反都很累 春哥就索性把他给乐住 把他当反打 结果呢 结果呢 黄盖实际上把这个乐过了 然后呢 诶 你看 他是一个反贼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孙霍虎也是比较可怜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跳身份 但正是因为他没有给他摆 黄盖就直接强行搞到了 结果搞得不错 是一个反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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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黄而英 发一个这个 玩了一个杂技 诶 结果还不错 竟然一下子搞到了两个阶段 这个人比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对吧 我搞了一个南蛮入侵 这种牌对反贼的作用 也不大 对不对 南蛮入侵 我们不怕 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卖血了 对吧 三血的这个郭怀 就没有任何必要的去 这个卖了 因为本身郭怀这个武器 如果你是满血的话 可能他技能发挥 不太容易发挥出来 但是三血的时候 加上我们初始的手牌 还是比较容易发挥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 并不担心这个金色的问题 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生存的问题 好吧 那么这个 张松跳了一个忠诚 开始对这个吕布 进行一个输出 装上连动继续输出 然后 然后 他把这个红沙 就到了巡域的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只有两张红沙 就打死巡域吗 那你就不相信反贼 会不会有桃子呢 对不对 结果倒是 一个人都没有打死 活活的 就被这个吕布 你看 反杀过去 所以特别的尴尬 你把这些杀群打到吕布身上 比较好多了吗 即使吕布死至少没有负损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你群域给他们一个人补了一些反 可以说是补了五张牌 是非常非常亏的一个事情 当然对于我们内阶段的两个 所谓 是一个反思中 是非常好的 这两个人已经被连了 我们不用去解他们 把这两个连了 挑一个小内 然后拐一个闪电 我们现在想一想 除了我们 我们剩下四个人都在闪电上 诶 这个闪电如果一爆炸 就错了对吧 因为群域一滴血 我们就没有连了 我们想把群域打死 假如我们能够把群域打死的话 这个闪电一个爆炸 是我们轻轻的 赢了吗 还不一定 为什么第一点黄盖的血很多 第二点主攻六三滴血 如果闪电先把主攻炸死了 那不就 一切都完蛋了吗 索性现在黄盖全家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闪电还有个要求 必须得在黄盖这些炸 对不对 无论在这几个人谁身上炸 那么都是黄盖比主攻厚死 那么还是算反贼瘾 所以我们这都需要两件事 第一点杀死群域 第二点这个闪电 在黄盖身上爆炸 很行 这是一个 不是很容易达成的目标 但是一旦能达成呢 也是很刺激的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达成 我们就看 321雷弓助我 诶看到没有 死一个 死两个 3个进入主内单挑 4个A 我们就巧妙的避开了 跟强大的主攻春哥 单挑的环节 直接进入了胜利 胜利的快速 快到连这个 主内对决的插画 都没有打下来 确实是这个 非常的搞笑的一曲啊 因为实际上 你要我们这个过会儿 去跟这个到时候 一击雪的春哥单挑 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这个春哥正好 他就没有九套 所以我们这句是 比较幸运的获得了胜利 那么从观赏性角度来讲 是比较好玩的 好吧 好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就是如果 最后就是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可以搜索福布理智 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号码 Satoshi SGS 就是Satoshi三公开的意思 好的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